第401集 这两人的功法是一样的 这是林云的第一直觉 这种法术他的印象很深 很像他的星宇 但是比他的星宇绝对厉害不少 只是使用的人功力不够而已 要是这种功法被林云来用的话 威力至少要上升无数个档次 这个原因修士和那围攻他的人会有什么联系 林云只知道当初这淡蓝色电芒的修士 最后被他所伤却没有死去 而且他灭了季莫谷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这人 说明这人不是季莫谷的修士 林云本来是立即将这两人杀了的 但是因为这淡蓝的电芒 林云决定还是问问清楚 随手就将这十几道电芒抓在手里 却发现这些电芒是一种蕴含雷元素的真元所化 居然可以将真元化成雷型的电芒 难道修炼这个法术还需要雷灵根不成 林云抓住电芒在那里沉思 却让这灰衣和鹤衣两名修士惊呆了 灰衣修士更是震惊当场 这人居然可以将他最厉害的攻击手段 给抓在手里看 昆吞界居然有这种人 他是谁 不过这两名修士立即就明白了 眼前的这人是谁 毫无疑问 他就是云门那个传说当中的掌门林云了 冷汉已经开始留下 这两名修士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有多远跑多远 但是却发现他们四周已经被禁锢住了 无论如何挣扎 两人却是无法逃走 一时之间 两名原鹰修士居然让冷汗湿透了全身 林前辈 我们 这名灰衣修士还想说什么 但是林云却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 只是随手将这灰衣修士给抓到了飞船上 告诉我 你这个发出电盲的功法叫什么 林云面无表情的对着这灰衣修士问道 这灰衣修士根本没有任何的思考 就取出一只玉剪递给林云 林云神使扫尖玉剪 果然和雷有关系 雷盲绝 最高深的时候 居然可以数万道电盲射出 无论是什么敌人都无处可逃 修炼到极致 甚至可以发出水桶粗细的闪电 发出电盲 只属于最低的档次了 林云倒吸一口凉气 这简直就是天洁一般的存在呀 好强大的一门法术 林云得到这么多的修真预剪 第一次对一门法术感兴趣 不过这雷盲绝最好是雷灵根修士修炼 如果不是雷灵根 那么必须拥有雷灵珠 林云见这灰袍修士 明显的不是雷灵根 这说明他肯定拥有雷灵珠 想到这里 林云手一招 将他的戒指收取 果然里面有一颗雷灵珠 让林云奇怪的是 这雷灵珠居然和他手里的元素珠子 大小差不多 只是里面蕴含了巨量的雷元素 一见就知道 这是一个好东西 你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个珠子和雷盲绝的 那里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给我说详细点 我耐心有限 林云的话虽然简单 但是被这灰衣修士听到耳朵里 却成了一个必须执行的命令 虽然心里懊悔自己 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居然来拦截这几名女子 这几名女子长得这么绝色 再加上又在外面炫耀自己的法宝 难道会是普通人 真是脑子被猪吃了 当时他和同伴只看见这些女子和法宝了 哪里还会想到别的什么东西 心里同时暗恨这炫耀法宝的几名女子 就是要炫耀 你拿回去关上门 难道就不能看了 但是这话却不敢说出来 现在林云问起来 给他一万个胆子 他也不敢隐瞒 十九年前 我得到一张黑竹崖的藏宝图 通过这张图 找到了一个上古修士的洞府 在那里找到了这枚雷芒绝预剪 还有一颗雷灵珠 虽然我不是雷灵根 倒是借住这颗雷灵珠 也可以修炼雷芒绝 在那洞府还同时发现了一个传颂阵 我当时立即就用着传颂阵传颂了一次 没想到却去了一个叫贺元星的地方 因为我发现贺元星的灵力远远比这里浓厚 就产生了留在贺元星修炼的念头 不过我很快就发现 我的这点修为在贺元星简直就是最低的存在 随便出来一个修士就可以将我杀灭 为了避免被别的修士追杀 我选择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开了一个洞府 专心修炼雷芒绝 不过没想到的是 我第一次修炼雷芒绝造成的动静太大 结果被别人发现 发现我的也是一名猿鹰中期的修士 见我的法爵厉害就想抢我的雷芒绝 后来我们两人打了两天 当时谁也奈何不了谁 最后这名修士没有办法就拿出一个珠子 说是木灵珠想要换我的雷芒绝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雷芒绝还需要雷灵根 我因为知道他无法修炼 再加上他的那个木灵珠确实很诱人 所以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当时我就复制了一份雷灵绝的功法给他 不过我将需要雷灵根的讯息和最后一层功法去了 换取了他的木灵珠 灰袍修士说到这里却被林云打断 那个木灵珠呢 我怎么在你的储物戒指里面没有发现 林云一听见木灵珠立即就有点紧张了 该不会这么简单就将木灵珠给找到了吧 这也太运气了点 韩玉西和清清等人见林云神情紧张的询问着灰衣修士 都知道肯定有重要的事情 一时都静静的在一边等待 惹了麻烦的法宝都被收了起来 这回衣修士见林云问起木灵珠 神情更是惊慌了起来 他本着有问必答 甚至详细回答的原则 想要林云饶他一命的 可是一见林云这表情 就知道自己肯定没戏了 因为木灵珠他没有 尽管这样 他还是不敢欺骗林云 北岭的四名化神修士和一名炼虚修士 被林云生生的用困阵 掩人神而死 他当然知道 如果实在不能保住小命 他还想进轮回 可不想就这么被烧死 当时我也没有想到 这名修士居然也欺骗了我 他给我看的木灵珠是真的 但是他和我交换的却是假的 我当场就和他再次打了起来 不过这名修士居然来了一个帮手 看样子 这个帮手离开他有点远 一直到我们打了两天后才赶来 一看他来了帮手 我当然立即就逃 最后在这两人的追击下 我逃到了传送阵 立即再次传送了回来 然后将这边的传送阵给毁了 这才平安 灰衣修士说完 暗暗的提心吊胆 心里不知道后悔了多少遍了 但是后悔要却是没有 这和你打斗 并且有木灵珠的人叫什么名字 林云最后一句已经问到了关键 更是紧紧的盯着这名灰衣修士 我听他的朋友叫他许开山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灰衣修士说完 更是紧张了 林云心里一动 许开山 当初谭灵儿不是说 杀他父亲的人叫什么开山的吗 难道就是这个许开山 林云甚至可以肯定 这个许开山和那个杀了谭灵儿的父亲 抢了他家的木灵珠的人 是同一个人 只是唯一 让林云迷惑的是 当初围攻他的人 却是成顶修士 修为绝对不是 灰衣修士说的什么 园英中期 而且从园英中期 修炼到成顶期 估计没有个上千年 也不可能吧 不是谁都有造化单吃的 这么说来 这个许开山和那个当年围攻他的人 不是同一个人了 如果是这样 那么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这许开山和当年围攻他的成顶修士 是认识的 甚至关系很亲密的人 他的闪雷诀 就理所当然的给了这名成顶修士 第二就是 这许开山已经被这人杀了 他的东西都落在了 这成顶修士的手里 林云暗叹一声 看样子 自己当年没有继续追究下去 倒是错了 如果当年继续追究下去 说不定这木灵珠已经到手了 不过 当年围攻他的人 他估计很可能就是欧阳山庄的人 如果再次去了贺元星 林云肯定要去一趟欧阳山庄 毕竟混沌世界对他来说 吸引力更大 月星虽然是他的 但是他带不走 但是混沌世界就不一样了 说不定他形成混沌世界后 连月星都可以放进混沌世界 没什么好问的了 林云随手就将这两人杀了 对这种强盗 他绝不手软 看看琴女看着他很奇怪的样子 林云不由的摸摸鼻子问道 怎么了 难道我脸上有花不成 韩羽听扑斥一笑 姐夫你脸上倒是没长花 只是这两个原因修士倒是郁闷死了 刚看到好多的宝物却被你给灭了 姐夫你是不是隐藏了修为 这两名原因修士看不出来吗 林云微微一笑说道 我修炼的功法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 我并没有刻意去隐藏自己的修为 只是我修为越高 别人看起来越普通 有一天要是我修炼到飞升了 说不定你看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了 林云修炼五星诀还是后面才知道 自己的功法和普通的修真功法不一样 他修为越高 如果不是刻意去释放自己的气势 外人根本看不出来他到底是多高的修为 甚至是修为越低的人 看他的修为越低 这并不是他想要隐藏自己的修为造成的 可是我却发现你忘了一件事了 难道你不想去这个上古洞府看一看 我怎么没有听你问起这个洞府在什么地方 通往贺源心的传送阵啊 说不定我师父都会动心的 韩语婷再次说道 林云却拿出一张古图晃了晃 哼 在这里呢 你说我会不会去看看 当然要去的 黑竹崖似乎离开天雁绝境不是很远的 我们去了天雁绝境就可以再去黑竹崖了 不过我倒是要提醒你们一声 在修真界有任何的好东西都不能在人前炫耀 这只能为自己招来麻烦 甚至都有性命危险 妻女也不是第一天来修真界 都懂得修真界的残酷 刚才是因为在林云旁边才肆无忌惮的拿出来看 不过发生了这种事情又有林云的叮嘱 当然都会记在心里 云哥 你去天雁绝境 应该不单单是缅怀一番吧 轻轻走到林云的身边 将林云的胳膊挽住 轻声地问道 林云点了点头说 原来我以为天雁绝境只是一个很凶险的地方而已 但是后来灭了寂寞谷后我才知道天雁绝对是最恐怖的火焰之一 而且这种火焰可遇不可求 怎么可能在昆吞界这个灵气稀薄的地方有的 还有就是天雁的凶悍绝对不是我当年的星照可以挡住的 哪怕我不停地打出星照 也无法挡住天雁的灼烧 这我在后面也发现了这一点 韩雨昕明明知道林云站在眼前却紧张地问道 那怎么办 说完后才知道自己过于紧张 心里很是不好意思 林云却温柔地将她的手抓住 她知道韩雨昕每天都在期盼当中度过 心里对林云的紧张早已超过了她自己许多 而且韩雨昕是唯一一个和林云有过合体的女子 她和林云之间已经有了一些心神联系 甚至对方不经意的一个小小动作 就可以察觉出对方的心思 天雁是厉害 但是当年在昆吞界的天雁却没有伤害到我 我认为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就是那里的天雁已经受伤 战斗力已经锐减 甚至不及全胜时期的万分之一 第二就是天雁想认我为主 或者是两者都有 至于具体是什么原因 我却不知道 林云的这些知识 都是后来在贺元星收集到的意见上看到的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获奖的都市艺能小说 顽固风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点西瓜听书点控 第402集 重宣张了张嘴 终于还是没有忍住 一个火焰还会有生命吗 还可以受伤 林云慎重的点了点头说道 火焰有生命是肯定的 不但天雁 还有许多异惑也拥有生命 也就是火灵 那林大哥 你的天雁也有火灵吗 有洛霜也不懂这些东西 毕竟他们都是地球来的 对修真界的许多事情都很迷惑 林云点了点头 我的天雁现在已经被我炼化 和我的星火融合成了星雁 虽然现在我没有发现火灵 但是自从我将星雁放进星辰之后 就觉得这星雁越来越强大 也许我猜测天雁受伤是正确的 至于为什么这些天雁会出现在昆臀界 我要去看看 几人一路走一路说 顺带看看周边的风景 倒也都是非常的高兴和放松 平时几女都在北岭修炼 或者只是出现在北岭附近 从来都没有出来过 一个是林云不在 没有出来游玩的兴致 还有一个就是都知道修真界的残酷 倒也不敢随意到处乱跑 林大哥 我听你告诉张志和 收购大量的高级建筑材料 这是为什么 你不是说要搬走吗 难道北岭云门还是要扩建 苏静如一直想问这句话 只是当时人多她不知道林云的想法 就没有问出来 林云看了看几人 神秘的一笑 当然是建我们的新住地 我说过的 要带你们去一个美丽的地方 永远住在一起的 是夜球的广寒宫队吗 可是我听若栓说了 夜球可不是一个很好的居住地哦 那里的重力很小 而且不利于生活 该不会你带我们去那里 举行了婚礼后再搬回来吧 要是这样 我觉得还是不要建住处了 免得有点浪费 轻轻知道林云的心思 林云再次故作神秘 反正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我不会骗你们的 相信我啊 妾 几女看不惯林云故作神秘的嘴脸 一起上前将林云暗倒在飞船上 林云的飞船 越靠近当年天艳绝境的旧址 发现路过的人就越多 许多修士踏着飞舰 快速地越过飞船 虽然有许多的神石 扫到飞船上来 但是却没有一道神石 可以扫进飞船 只是在离开飞船很远的地方 就被一层护罩弹走 不知道是不是飞船的奢华和庞大 震撼了这些路过的修士 还是因为他们的神石 根本没有办法接近飞船 总之路过这飞船的修士虽然多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上来询问 姐夫 这些人都往一个地方去的 不知道去干嘛 要不我们也去问问吧 韩雨婷见了这么多人去一个地方 心里也是起了意 她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 虽然自从去了贺元星后 心情便沉默了许多 但是现在姐姐和姐夫都回来了 她的那个张扬的性格 又有出头的趋势 重轩也露出一种 想去看看的好奇心 虽然雨昕和清清根本无所谓 但是林云却还是点了点头 雨昕也煎熬了许多年 如果她喜欢做的事情 不让她去做 说不定她反而不快活 既然这样就去看看吧 林云话音未落 韩雨婷已经犹如一只雀鸟一般的 拖着重轩 跑上了飞船的船头 两女王那里一站 远远的就给人一种惊艳的感觉 一些自认风流倾傲的修士已经想上前来搭讪了 两位姑娘 昆仑派战响有礼了 不知道两位姑娘是否也是去校月谷 一名年轻英俊的修士在重轩和韩雨婷走出来的第一时间就过来搭讪 林云听了案子好笑 看样子 修真界和自己来的那个都市也没有什么区别 爱美之心 人人有之 不过 这人是昆仑的弟子 倒也算是自己熟悉的一个门派了 当年 他因为和昆仑老祖的恩怨 带着苏静如去昆仑仙境找昆仑老祖的场子 结果昆仑老祖却避开了 但是却赔偿了林云一些东西 林云也就算了 毕竟当时他还急于回家 倒是没有继续寻找昆仑老祖的心思了 只是当年昆仑仙境的昆仑派却是一个化身期修士都没有 现在应该有几名化身修士了 连排名第四的郎山宗都出了两名化身修士 昆仑派为昆仑第一大派 应该说购买的玄宁寒水更多才是 是啊是啊 只是我只知道跟着去校月谷 但是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却不知道呢 你能不能告诉我啊 韩语庭连忙回答 自己也是去校月谷的 这叫战祥的修士 有点诧异的看着韩语庭 心说 这种人也有 只知道去看热闹 却不知道为了什么热闹 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粗线条 不过这战祥也算是知道在美女面前发愣 是得不到任何欣赏的 连忙解释道 校月谷是才发现的秘境 据说里面还有许多古修士洞佛 天才地宝更是不计其数 这次整个昆仑界几乎是每个宗门都会派人去的 我们昆仑派也有副掌门带队过来了 林云一听什么秘境 什么洞府之类的 他就彻底的失去了兴趣 他现在身家恐怖 对这些东西实在是提不起来兴趣 不过这个战祥只有三四十岁的样子就结当后期了 可见昆仑派的底蕴确实是深厚 姐夫快出来啊 我们也敢去校月谷发财啊 韩语婷的话顿时让周围经过的修士差点栽了下去 一个个都被雷的外焦里嫩 感情这位姑娘还以为校月谷秘境是他家的后花园呢 还说什么去校月谷发财 这话说的真是无语啊 林云只好摇摇头走了出来 林前辈 湛祥一见林云就想起了门派当中必须认识的几位高人 立即就觉得自己的声音有点发颤 他没想到这个飞船居然是昆仑界鼎鼎大名的云门掌门林云的 这女子更是林云的小姨子 在昆仑派每个人必须要认识的前辈当中 林云就排在第一位 免得一不小心冒犯了这位前辈 不说十几年前 林云还是昆仑派的对头 现在林云轻而易举的就灭了几大门派 他们昆仑派可是得罪不起 林云一现身 立即就有许多人看见 林云的大名早就传遍整个昆仑修真界 只要有一个人认出来了 一个传一个 很快这附近经过的修士都知道林云前辈过来了 一个个再也不敢乱说话 立即冲过去都上前来问候 看着一批批过来打招呼问候的修士 心说 盛名累人啊 不过有名气的好处却比没有名气要好 至少不用担心别人来打自己的主意了 虽然不怕 但是也很烦人 林云看看战战兢兢的战响 点点头说道 你们昆仑派我倒也去过 一会道友还有一个什么念骄的我都认识 林云话没说完就被旁边的轻轻扭了一下 原来你认识的都是女道友啊 林云尴尬的笑了笑 这个对了 还有一个叫湛江的我也认识 虽然他也发现居然还认识一个男道友 不过却好像没有人站在他这条战线上 几女都是白了他一眼 湛江却脸露惊喜 连忙说道 原来前辈还认识家族 湛江正是晚辈的爷爷 而且我昆仑派本次来笑乐古代队的 正是念骄师姐和王前师叔 林云心说 我和你爷爷却没有什么交情 还有那个医会什么的 当年我去认识他们几人 完全是因为索赔而去的 不过这话却没有必要提起 这念骄原本他见到的时候才是结单期 似乎修为还不算是很高 没想到现在居然可以带队了 一个大门派带队的人 至少应该有原因修为了吧 这念骄资质确实是难得一见 居然修炼得这么快 晚辈摇花派湘月 拜见前辈 一名三十多岁的女子带着七八名结单 或者住基女修走到林云面前弯腰失礼 林云摆摆手说道 鬼派的神碗没有过来吗 问完以后才发现自己似乎认识的又是一个女的 正尴尬间这叫香月的女子却连忙再次回答道 掌门师姐正好离开香月谷不是很远 就传信给我们 她先去香月谷了 林云点点头 她本来想送几粒丹药给神碗的 以报神碗对云门的元首之情 现在神碗已经来了 她就没有必要去摇花仙境了 直接在这里找到她 给她也是一样 一时之间 林云的飞船居然成了第一个 后面跟着的修士越来越多 林云不由的苦笑 虽然她飞船本来就故意飞得慢 但是也不能阻挡这些人留在她身后吧 尽管她说过了 大家都可以先走 但是却没有谁有胆子敢先飞船而去 原来不知道就算了 现在知道这飞船是林云的 还有谁敢越过飞船的 战翔跟在飞船旁边 却不敢再跟崇轩和韩语廷吹嘘了 只是她不去追昆仑派的队伍 却跟在了飞船旁边 似乎还很荣幸 原本韩语廷说去校月谷发财 还有人暗自耻笑她 但是现在却没有一个人认为 韩语廷在说没用的话了 如果林前辈不是去发财 她去校月谷干嘛 传说中林前辈已经是大成器的修士了 但是却没有人敢去证实一下 鸡女见越靠近校月谷人越多 也都和韩语廷一样 站在船头满怀兴致的和摇花派的众人交流着 忽然待在船船当中的小星发出一声嘶吼 越出船船也站在了青青的身边 你怎么了小星 青青很喜欢这只金色的小家伙 一直是待在身边 不过小星在出来后 抬头四周看了看 再次辅在了林云的脚下 林云却心里一动 这家伙刚出来的时候似乎很兴奋 难道他发现了什么 林云一直不知道小星到底是什么东西 说他像狼也不像 像豹子也不对 而且他的毛发越修炼 越是金色当中泛着白光 好漂亮的金色豹 很明显周围的修饰都将小星认为成了一只豹子 不对 这不大像豹子 倒是像一条狼 也不像 一时之间周围的修饰都是议论纷纷 金如姐姐这妖兽是什么 我看都有六级了 姚花派的一名女弟子早已和苏敬如聊得熟了 见到小星的时候连忙问起 她叫小星刚刚六级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妖兽 不过林大哥带她回来的时候 说她是狼带大的 过来小星 苏敬如叫唤一声 小星不大情愿的慢悠悠的走了过去 不过苏敬如掏出一粒丹药的时候 小星却立即跑得比谁都快 周围的修饰都是一脸的无语 一颗上品赔元丹就给一个妖兽吃了 羡慕的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前辈 肖月谷已经到了 湛祥不说 林云也知道到了肖月谷了 在肖月谷前的修饰至少有数千人 不过谷前迷雾缭绕 看样子还没有完全开谷 轰隆隆的一声巨响之后 这物状的谷口豁然开朗 刚才还缭绕的迷雾 一下就不见了 似乎有人将迷雾拿走了一般 虽然别人看不清楚 但是林云却看得清清楚楚 这肖月谷的谷口明显的就是一个阵法 而现在正是这阵法打开的时候 这发现肖月谷即将开启的修饰 看样子至少是一名精通阵法的修饰 肖月谷一开启 立即有无数的修饰涌了进去 不要说这里面了 就是在谷口都有修饰发现上等灵草的惊叫声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颇奖的都市艺能小说 顽固疯子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点西瓜听书点控 第403集 战祥和别的修饰一样 跟林云打了个招呼 就纷纷涌了进去 林云神石扫了一下 居然在肖月谷里面还有限制 只能发现几百里的范围 他估计要是别的修饰 估计连一两里都扫不到 见周围的修饰几乎都涌进了肖月谷 韩宇亭眼里露出急切的神色 姐夫我们也进去吧 不然估计就没什么好东西了 林云点点头 收了飞船 带着几人一起进入了肖月谷 不过这次他没有将小星收了起来 因为他觉得小星在肖月谷似乎特别的活跃 不过肖月谷里面的灵气确实浓厚 灵草更是遍地都是 许多修为不是很高 又求安稳的修饰 就在离开谷口不是很远的地方 寻找灵草却不愿意去里面 只是虽然是谷口 还是偶然会出来一头六级的妖兽 一时之间已经有许多的修饰被妖兽给撕裂 就是这样却依然抵挡不住 众修是寻宝的热血 以林云如此的身家 对这肖月谷里面的东西也产生了兴趣 本来他只是想带着几人在外围看看的 但是既然这里有很多他都没有的东西 他再也不满足在外围看看了 这里简直和他的月星有的一比 灵草在月星多如牛毛 但是谁会嫌这种东西多的 总之是多多益善啊 苏静如和柳若霜等人更是越来越惊喜 不断地收取着各种灵草 甚至一些妖兽 林云都不需要动手 几人在小心的帮助下 丝毫不觉得吃力 林云的神识强悍 带着几人却往灵气最为浓厚的地方去 在他看来只有灵气最浓的地方才有最好的东西 在短短的两个时辰 几人就深入了数百里 挖去的灵草更是不计其数 而且灵草越到后面越高级 不过妖兽却也越来越强悍 很多时候一出来就是七级的妖兽 这已经不是雨曦他们可以抵挡的了 一般出现这种高级妖兽 林云只好自己当打手 将这些妖兽给解决了 好满足轻轻他们挖去灵草的愿望 见几女看见这些灵草 眼里的兴奋和渴望 林云暗暗好笑 这要是去了月星 看见月星上面的那些绝品灵草 这几人还不尖叫出来呀 忽然远处传来了一声 妖兽的震天吼声 几百里之外正好是 林云的神石不能到达的地方 不过很快那种灵气 翻腾的气息就传了过来 相隔这么远 但是那种妖兽的强大气势 已经传来 林云眉头微微一皱 他已经感觉到了 居然是九级妖兽 还是两头 要知道 妖兽达到九级 就已经是炼虚的存在了 这两头妖兽如此强悍的气息 肯定已经是九级巅峰 甚至是相当于成顶的存在 而且妖兽的战斗力惊人 就是一个真正的成顶修士 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没想到昆臀界这个地方 居然有九级妖兽 这一头妖兽就可以将整个入骨的人 全部灭了 过去看看 林云说的 却往着妖兽发出吼声的地方而去 一路上不断的有修士往外飞奔 看样子 知道妖兽是九级的人 还不在少数 一听林云说 要过去看看这强大无比的妖兽 最高兴的就要算是韩宇亭了 他连忙走在了最前面 林云却将他拉到了后面 毕竟九级妖兽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技能 万一出现了什么情况 韩宇亭首当其冲 一瞬间就可以发生很多的事情 韩宇亭似乎知道了自己的举动不妥 林云深深舌头紧紧的跟在轻轻的身边 又是一声吼叫 无数的修士急速的逃了过来 又不认识林云的修士 看着林云却不知死活的往前走 好心点着修士 连声说道 快逃 不过这些人明显的不是妖兽的对手 转眼之间 一头巨大的九级妖兽 已经来到了这些修士的后面 只是一张嘴 十几名修士就被这巨大无比的妖兽 吞了进去 但也不是所有的修士都不认识林云 有认识林云的修士 却松了口气 停住了逃跑的脚步 但是大部分修士就是认出来了 林云依然毫不犹豫的逃走 奇怪的叫声 再次在众人的耳边响起 后面一头妖兽还没有赶来 只有这一头妖兽吞完了这一下后 这巨大的妖兽再次一张嘴 又是十几名修士被卷入他的口中 其中三名修士却是冲出了这妖兽的巨口 不过只是片刻的时间 就再次回到妖兽的口中 林云却认识其中的一人 就是昆仑派的那个念霄 既然认识了 他也不愿意这妖兽在他的眼前吃人 随手就是一个金元幻化 伸手将三名即将再次被妖兽吞下去的修士 抓了出来 这三名勉强冲出妖兽巨口的修士 都是原因其修士 原本以为必死的他们居然被人救了 三人被林云带到面前的时候 依然惊魂未定 不过他们很快就知道了 这人就是林云 连忙上前感谢 念霄没想到 救他的就是当年差点做了他夫君的林云 当时他还在心底鄙视这个色狼 看他的时候 那一副色咪咪的样子 他哪里知道 当初林云看他的时候 想的根本不是他 后来没想到 这个色咪咪的家伙 居然拒绝了他当他的小妾 虽然他一万个不愿意做这人的小妾 但是林云的拒绝 却让他很是没有面子 不过 现在看看他身后的几名女子 果然一个个都是角色 心底似乎有点明白了 只是没有想到 今天居然是这个家伙救了自己 不过 另外两名袁英修士都上前拜谢 念霄也只好上前拜谢 林林摆摆手 还没有说话 就听见一个声音响起 林前辈 你在这里 沈婉劈头散发的拉着秦妍从侧边跑来 后面两头七级妖兽 一路不停的追来 秦妍更是凄惨 上衣更是破碎不堪 露在外面的肌肤几乎都染上了血迹 他的眼里更是露出惊慌失措和恐惧 他以前可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事情 估计要不是沈婉照顾的话 说不定他已经早已死去了 见到林云的时候 眼神当中才露出一丝暖意来 心里的恐慌才慢慢的消退了一些 不过 此时却没有一个人去嘲笑他 都是紧张的盯着这头九级妖兽 以及跟着沈婉追来的两头七级风狼妖兽 林云看了看沈婉和秦妍两人 点头说道 就跟在我后面吧 秦妍你换件衣服 这头九级妖兽看见林云救人的那一刻 就已经停了下来 林云给他的直觉很是危险 两头七级风狼妖兽也停了下来 却自觉的夹着尾巴跑到了九级妖兽的后面 看样子 他们还想着九级妖兽瘦爪心露点什么 让他们也享受享受 林云此时却盯着这头九级妖兽 说句实在的 如此庞大的妖兽 他还是第一次遇见 不过他已经认出了这妖兽是什么 金贝陆龙 金贝陆龙虽然也叫龙 却根本不是龙族 却是一种稀少的妖兽 战斗力惊人 皮肩肉厚 幸喜时修饰和高级妖兽 林云没想到 在这里居然遇见了金贝陆龙 还没有等林云说话 又是一声嘶吼传来 一头一模一样的金贝陆龙 落在了这第一头金贝陆龙的旁边 两头九级巅峰的金贝陆龙 似乎觉得林云不大好对付 这两头金贝陆龙 却并排的盯着林云 暂时没有发出攻击 两头金贝陆龙 还是九级巅峰修为 虽然昆仑剑没有成级修饰 但是眼光不错的化神修饰 已经认出来了 这两头妖兽都是九级修为 心里更是震惊 虽然不懂为什么 这两头妖兽盯着林云 却没有进攻 但是明显的不大信任林云 都纷纷慢慢的往后推去 九级妖兽 其中一名化神修饰惊慌之中 还是说了出来 无数的修饰到夕 数口凉气 难怪刚才那两头妖兽 连吃在杀 至少有几百名修饰陨落了 连烈火宗的化神修饰 茶前辈也陨落了 一名衣衫同样破烂的修饰 惊叹道 原本已经只剩下一百多的修饰 更是又有许多人开始后撤 但是后方依然不断的传来了 惊叫声 一听就是后撤的修饰 同样在被别的妖兽偷袭 凌云却懒得去管这些后撤的修饰 对他来说 既然选择了自己逃离 就要做好自己面对一切的准备 他不是救世主 救不了这么多人 但是既然留下来的修饰 他也不会不管 这些修饰留在他身边 和他面对两头九级妖兽 就是选择了信任他 他也不会让这些人失望 不过一翻下来 留在凌云身后的修饰 包括他们七人 最后只剩下三十多人 这些人除了神婉的门人 和秦妍之外 还有二十名左右的散修 昆仑派的七八人 那个战响却没有看到 不知道是不是被妖兽干了 昆仑派的七八人在这里 完全是因为他们的领队念霄 没有走 却不敢离开 念霄虽然觉得凌云有点色 但是凌云刚才救了他一命 也不好就这样离开 他脸皮还没有厚到 不顾救命恩人 独自走路的程度 尽管昆仑的弟子 隐晦的提出了先离开 但是却被念霄一个狠狠的眼神 给瞪了回去 不过他却不知道 就是他走不走 和凌云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就是在这里 他一个原因修饰 也帮不了凌云神 后方不断的有修士的叹叫声传来 甚至有许多修士想回头再次来到凌云的身后 但是他们却发现 回头的路上高级妖兽却越来越多 林前辈 沈婉见林云盯着这两头九级妖兽默默不语 这两头九级妖兽也不进攻林云 这种压抑让他忍不住问了出来 林云回头看了看沈婉 微微一笑说道 不要紧张 以后就叫我林大哥吧 不要叫前辈 我估计也和你差不多的 沈婉脸一红 林云平静的语气让他心定了不少 他心里想到底是他年龄大 还是林云年龄大的问题 要是他的年龄比林云大 对一个女人来说 却是丢面子的事情 林大哥 我 秦妍觉得 自己原来在地球上面做的事情 似乎有点对不起林云 主动想上前来解释什么 林云却笑道 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说了 过去的就过去了 而且你没有从九华山离开 也怪我 是我拆了那个传送阵 秦妍愣住了 他没想到他日日夜夜痛恨的人 就是这个林云 林云却不会因为拆了秦妍布置的传送阵 有丝毫的尴尬 而是再次说道 我拆了这个传送阵 也算是为你好 这个传送阵通往我的地盘 你要是去了我的地盘就算了 但是这个传送阵 还通往另外一个星球 你要是去了那里 说不定刚走出传送阵 下一刻就成了别人的盘中餐了 不要以为我吓唬你 我说的是真的 在那里就是一个原营修士 也是随时被别人秒杀的 更不要说你一个结单出气的小修士了 不信你问问雨婷 雨婷还是我从那里救回来的 虽然林云知道就是秦妍到了月星也无法离开 但还是将利害关系说给她听了 听完林云的话 秦妍看向了韩雨婷 韩雨婷点了点头说道 不错 我姐夫说的是真的 那个地方真的不将低阶修士当回事的 而且我估计现在那传送阵出口已经暴露 说不定有人在那里守着带兔 姐夫拆了传送阵 对你来说是好事情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我想的都市艺能小说 玩虎疯子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西瓜听书.com 第404集 虽然知道林云说的应该是不错 但是毕竟那里通往他师父的星球 秦妍一时间沉默了下去 神晚一见 只好安慰秦妍 告诉他如果修炼到大成期 或者是成顶期 还是有机会穿越星空的 林大哥 我想问你一句 你去过我师父所在的星球卫星吗 秦妍虽然有点不甘心 但是还是想有一天回到师父的门派 将师父的遗骸送回去 林云点脸头说道 嗯 我去过那里 而且宇婷当初在卫星生活了好几年 什么事情你可以问宇婷 秦妍一听 眼里立即露出了欣喜 马上就想去询问韩宇婷了 但是 看见两头凶狠的金被鹿笼 又忍住了 林云身后的修士 见两头金被鹿笼 盯着他们 却不敢有丝毫的举动 两头金被鹿笼 却发现 林云这个修为似乎最高的人 根本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 眼里露出一丝凶狠 同时也露出一丝警觉 林云知道 金被鹿笼 一直到十级的时候才会化形 不像别的妖兽一般 到了九级就可以化形了 甚至 有的妖兽在八级的时候 也可以化形 但是金被鹿笼 必须要到十级才能化形 然后才可以说话 林云忽然往前走了束缚 来到两头金被鹿笼的面前 看了看 他知道 金被鹿笼 一身都是宝贝 虽然他现在的法宝多多 但是收集一点材料 却无关紧要 林云身后的修士 见林云不退反进 都将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 这是九级妖兽啊 还两头 要是随便一下 林云就没命了 林云没命 他们当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让所有人奇怪的是 这两头金被鹿笼 见林云往前走了几步 却更是警惕了 这两头金被鹿笼 已经强烈的感觉到了 林云的危险 虽然林云的气势 并没有释放出来 但是九级妖兽的感觉是相当的敏感 林云看货物似的眼光 让他们觉得不安 更让在场的修士惊奇的是 这两头金被鹿笼忽然退了几步 转身就走 见到两头妖兽要走 在场的修士还没来得及高兴 林云的举动是让在场的修士将心悬了起来 站住 我有让你们走吗 我知道你们听得懂我的话 留下你们头上的双脚再说 林云的话不但让在场的修士都大吃一惊 就是两头金被鹿笼都气得 眼露凶光 两头金被鹿笼虽然觉得林云危险 但是不代表他们就会怕他 两头九级妖兽的背上 那一溜金色的毛发同时倒数了起来 接着又发出摸的一声嘶吼 要知道金被鹿笼的脚没了 就意味着他们永远进阶不了十级了 而且神通也大大的下降 这简直就是断了他们的根啊 谁受得了 虽然眼前的这个修士神不可测 但是想断了他们的根 却还是不行 随着一声长叫 忽然整个峡谷里传来无数的妖兽叫喊声 一阵阵的叉叉声传来 只是虚余时间 无数的五级到八级的妖兽就飞速的跑来 林云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这两头金被鹿笼 还是两个头头 这一声呼喊居然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气势 不过也幸亏这两头金被鹿笼的这一声叫喊 让古种成活不多的修士 死里逃生 因为他们突然发现 那些要杀他们的妖兽忽然都掉头回去了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是金被鹿笼的呼叫 他们也听得清清楚楚 哪里还敢回头看看情况 都一个个飞奔的跑出了笑月谷 三四百头妖兽渐渐的围了过来 这妖兽的数量还在增加 被围住的三十多名修士都显得面如土色 三十多头八级妖兽 一百多头七级妖兽 还有几百的五级六级妖兽 这就是连渣子也不够他们分的 虽然有人不满 但是却依然没有人敢对林云说什么不满 林云暗暗好笑 这些人还真的不知道轻重 难道这后来的这么多的妖兽 就能比得上一头九级妖兽了 这完全是心理作用 其实这么多的妖兽 过来对众人造成的效果 绝对比再来一头九级妖兽 有厉害无数倍 但是事实上 他们的威力加起来 远远不如一头九级妖兽 不过林云虽然好笑 但是心里却在想 区区一个妖兽也敢采取威胁手段 看着这两头金贝陆龙眼里的细虐 林云的试魂枪已经寄出 他就不相信这些魔兽 还能比得过寂寞古无数的 大城七和城顶七的修饰 试魂枪带着撕裂的气气杀了出去 对象却不是这两头九级妖兽 而是后面来的四百多的档次 稍低的妖兽 在场的修饰 都感觉到了自己周围的空间 似乎要塌陷了一般 林云的这一枪 似乎将周围所有的生机都戳走了 不说这些手当其冲的妖兽 就是那些躲在林云背后的修饰 都感觉到一种心慌 似乎林云的那一枪 是带走了他们的心神一般 林云的第一枪还没有结束 第二枪已经再次砸了下来 两股虚空之中的惨烈杀意 直奔两边赶来的妖兽 刹那间也许很短 也许很长 不过这只是刹那间 林云已经再次收回了试魂枪 两枪过后 林云手里拿着试魂枪 一样戏虐的看着这两头金被入笼 四周的妖兽眼里却全是惊恐和绝望 两头金被入笼盯着林云手里的试魂枪 眼里露出的是惊慌和愤怒 此时周围赶来的妖兽才陆续的倒下 一个个一头头几乎没有任何的区别 全部都是被林云一枪击伤 林云背后的所有修士都惊呆了 都张大了嘴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么多的八级妖兽和七级妖兽 在林云手里简直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就被林云两枪全部击伤 就是杀鸡也比这稍稍复杂一些吧 虽然他们没有见识过大成修士如何的厉害 但是他们肯定大成修士的厉害绝对不如林云 难道这云门的掌门人已经成仙了不成 其中一头金被入笼虽然很是恐惧 但是终于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朝林云冲了过来 另外一头金被入笼 见他的伙伴已经冲向了林云 也毫不犹豫的冲向了林云 在他们看来 只要杀了林云 整人后面的修士都不足一口 见这两头九级妖兽的模样 林云心里一动忽然起了心思 他居然收起了试魂枪 举起自己的拳头 对着两头金被入笼就砸了过去 见林云居然收起了让他们恐惧的试魂枪 两头金被入笼更是大喜 就要趁着林云没有再次拿出试魂枪的时候 将这人杀了 林云一见这两头金被入笼 眼里的惊喜和神情 哪里还不知道这两头妖兽心里想的是什么 心里冷笑 要知道他用一枚造化丹 脸皮五年 身体的强悍绝对不是一般的脸体修士可以比你的 两头金被入笼以为找到了便宜 正好让这两个畜生尝尝他拳头的滋味 轰轰的两声巨响 林云的拳头和两头金被入笼撞在一起 但是让林云惊奇的是 他发现两头金被入笼居然只是受了点伤 却没有什么大碍 心里惊奇 这两头金被入笼的皮尖肉厚 要知道他的这一拳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受得下的 心里想要将这两头金被入笼收服的心念更深 林云背后的一些修士更是惊骇了 修士的法术厉害很正常 但是拳头也这么厉害的修士 他们从来都没有见到过 居然两拳将这两头九级妖兽给打了一个跟 这林云简直就是一个妖孽 不过有的修士见林云收起了法宝改用拳头 也知道了林云的心理想法 他肯定是想收服这两头妖兽 收服九级妖兽 不要说看到了 就是听都没有听过 两头金被入笼没想到 林云只是用拳头居然也可以让他们受伤 更是愤怒再次一声嘶吼同时扑了上来 见林云赤手空拳和两头九级妖兽对战 韩宇希等人也是担心不已 林云更是将星云之力完全集中在了两只拳头上面 不断的对这两头妖兽进行轰击 一人两兽站在了一起 这种强度的战斗就是别人想帮忙也插不上去 轰隆咔嚓巨响声不断 坚硬的山谷之地已经被两头妖兽砸出来无数巨大的坑 而且周围的巨石和树木全都被移为平地 如此巨大的两头妖兽在林云的手里 简直是在被虐待 两头妖兽被砸得全身都是鲜血淋漓 到处都是伤口 终于其中一头妖兽忍受不住了 张口狂吐出一个巨大的火球 这是金被鹿龙的法术本命吆火 林云冷笑 终于忍不住要使用法术了吗 还以为这两头妖兽能扛得很呢 要不是想收服这两头妖兽 这两头金被鹿龙早就被林云给杀了 林云一仰手 一团星宴打出 虽然妖兽的本命吆火强大无比 特别是金被鹿龙的吆火 甚至是可以媲美一些异火了 但是在林云的星宴下 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就被吞噬得一干二净 一阵阵不甘心的叫声传来 两头金被鹿龙知道 面对这名年轻人 无论是哪个方面 他们都不是对手 林云却丝毫不管这两头金被鹿龙的不甘 虽然九级妖兽已经是智力不凡的存在 但是就凭他们吃了这么多的修士 林云就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内疚 正当所有的人以为林云下一步就是强迫这两头妖兽 做契约兽的时候 林云却再次取出了弑魂枪 在场的修士都愣住了 难道林云根本不是想要收服这两头妖兽 而还是要杀了这两头妖兽 见林云再次取出了弑魂枪 这两头金被鹿龙发出了呜呜的叫声 再也不是那种呜呜的强硬态度了 看着两头金被鹿龙的凄惨模样 韩语婷魂忘了刚才这两头金被鹿龙的吃人凶狠 而是立即说道 姐夫不要杀他们吧 我看好可怜的 不过韩语婷说完就知道 自己这话说的不对了 刚才两头鹿龙还吃了许多的修士来着 哦 那你说怎么办 林云故意看了看这两头金被鹿龙 她知道这两头金被鹿龙已经有了智慧 绝对会知道怎么做的 要不就让他们和小新一样吧 韩语婷觉得这两头金被鹿龙 带在身边跟班绝对是一件拉风的事情 小新叫喊一声 还以为韩语婷叫她 立即摇头摆尾的从后面跑到了韩语婷的身前 韩语婷见到小新来讨好 一手拍在她的脑袋上面 去到一边去 这里没你的事 两头金被鹿龙见到小新的时候 忽然再次猫的叫了一声 爬了起来走到林云面前一仰头 两道清晰的血印出现在头顶 灵魂契约 周围的修士都不是不识货的人 一见这九级妖兽居然主动敞开了灵魂 等待契约 一个个眼里都露出羡慕或者贪婪的目光 只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上前去收取这灵魂契约 被收取了灵魂契约的妖兽 只要主人一个念头 他就会灰飞烟灭 这谁不喜欢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我想的都市艺能小说 顽固风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西瓜听书.com 第405集 第405集 灵魂知道这两头妖兽只是被他降服 这灵魂契约虽然别人可以收取 但是他收取了还是更好一些 灵魂随手收取了两头妖兽的灵魂契约 韩玉婷立即就过来指着其中的一头说道 以后你就跟着我混了 说完回头看了看静炉他们说道 你们不要啊 还有一头呢 重轩却也喜欢这种庞大的金被鹿笼 走过来掏出一粒疗伤的丹药 递给了另外一头金被鹿笼 灵魂看了看地上的数百头妖兽说道 这些妖兽大家有喜欢的就自己挑选吧 他对这些妖兽实在是看不上眼 除了简单收了两头八级妖兽外 别的就都懒得看了 听了灵魂的话 在场的修士没有一个不喜欢的 要知道这些都是高级妖兽啊 一头八级妖兽甚至是有价无事 七级妖兽只要有了一头 相当于拥有了一个上等的法宝了 很快在场的三十多名修士 就将这些妖兽瓜分一空 不过这些人大部分都还识趣 知道高级妖兽只有一两头 大部分都是选择六级妖兽 各位现在这里的高级妖兽应该不多了 想要出去的或者想要自己去采药的 都可以离开了 灵魂见妖兽已经瓜分一空 他可不想继续带着这些人一起走 在场的修士也知道成了灵魂的恩情 都纷纷过来施礼感谢 然后离开 念霄也带着昆仑派的人 感谢了灵魂后心怀复杂的离开了 最后沈婉也来告辞 虽然沈婉也想跟着灵魂 但是他带着门派的弟子 却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跟着灵魂 韩语平却笑着拿了一个预见递给秦妍 我当年在未兴了解的情况 全部都在这里 如果没有记录的 就说明我也不知道了 灵魂唯唯一笑说道 沈婉 多话我就不说了 当年我们也算是认识 这两瓶丹药就留给你 感谢你对云门的元首之情 相信你以后可以更进一步的 灵大哥 那你以后还在北远云门吗 沈婉忽然觉得自己的声音有点颤抖 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眼前的这个男人可是第一个让他崇拜的人 而且还是唯一一个让他看遍了全身的男人 灵魂摇了摇头说道 不会了 我这次走了 也许很久以后才会回来一次 也许永远不会再来昆仑界了 你们保重 说着 灵魂拿出三瓶丹药递给沈婉 带着两头金贝 陆龙和吉女迅速的离开 沈婉看着灵魂的背影 忽然心里有些伤感 他有一种预感 这次和灵魂分开后将再也没有相见之日 他甚至有些羡慕灵魂身边的女子了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是他却不行 他是摇花派的掌门 他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整个摇花派 王姐你在想什么 秦妍看着和灵魂一起离开的吉女 心里忽然觉得自己才是最孤单的 看见沈婉的表情 秦妍捏着手里的玉剪 心里突然涌起无尽的难过 地球的几个熟悉的人都在灵魂身边 说到底最后他在这里还是孤孤零零的一个异乡人 秦妍妹子 你怎么不和灵大哥一起去 沈婉看了看秦妍的表情 我 秦妍苦笑了一下 如果没有当年的事情 也许他还真的想和灵魂一起去他的地方看看 你说灵大哥是不是回地球去了 沈婉忽然问道 秦妍摇了摇头 他肯定不会再回到地球 那里不是他的舞台 他应该去了一个他自己的地方 我听他说起过一次 但是我却不知道那是哪里 秦妍说完低下了头 手里反复的捏着这块玉碱 却一点查看的心思都没有 他不是想灵魂送什么东西给他 虽然灵魂和他有点过节 但他不是说过去的事情就已经算了吗 怎么离开的时候 一点表示都没有 哪怕就是送一个空的瓶子 或者是说一句再见的话 也算是曾经来自同一个地方的情谊吧 毕竟也算是老乡了 可是他却 神丸已经了解了秦妍和林云的事 却暗叹一声 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慰他 秦妍也觉得林云太过绝情 同来自一个地球 既然有能力帮助一下又如何 而且这帮助对林云来说 简直是举手之劳 就是不帮助 相互打个招呼也可以吧 神丸打开了其中一个玉瓶 却顿时呆住了 运神丹 原应其晋级化神的最好丹药简直为他而配备的 林云居然给了他如此珍贵的丹药却还给了这么多 时刻 就是两个人也用不完啊 难道林云还考虑到了自己的松门不成 可是林云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 他报恩只可能报答他一个人 不要说这次帮助云门只是他一个人的个人行为 而且他的摇花派说起来和林云还有过节 林云的性格怎么可能给他这么多的运神丹 沈婉强压住内心的激动 打开第二个玉瓶 紫须丹 沈婉彻底的实话了 他没想到居然是一瓶比运神丹更为珍贵百倍的紫须丹 同样是时刻 就是资质再差也足足够两人晋级练须了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沈婉却觉得自己无法承受这种后报了 他只是帮助云门说了话而已 而且还得到了门派的长老的责管 林云就因为他的这几句话就给了他如此的后报 什么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这就是活生生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啊 就是林云再富有也不可能有许多的运神丹和紫须丹 沈婉激动的手已经在颤抖了 既然这两个玉瓶都是这种无比珍贵的丹药 那么第三个玉瓶该是什么 打开第三个玉瓶 沈婉却愣住了 成鹰丹 还只有五颗 难道林云不知道他已经是圆银修士了 还给结丹修士凝炼元鹰的丹药 还是五颗 要是真的为他们门派 应该不会在这三种丹药中挡自最低的成鹰丹还最少吧 我明白了 沈婉看了看还有点伤感的秦妍说道 小月 你们先继续在附近寻找灵草 一个时辰后 我们就离开这里 沈婉对周围的几名摇花派的弟子说道 怎么了婉杰 秦妍似乎想明白了 抬起头 眼里尽是坚定 他要通过自己的力量修炼到巅峰 然后穿越星空去师父所在的卫星 沈婉将成鹰丹 递给秦妍说道 这是林大哥给你留下来的 他还是没有忘了你这个老乡 看样子林大哥的心肠还不硬啊 还是看不得自己的老乡在这里被人欺负 你看看吧 秦妍莫名其妙地接过玉瓶 却没有打开 而是说道 婉杰 你不用这么安慰我 我们是的 我和他本来就有点那个 他没有继续寻找我的麻烦 我也是感激不尽了 刚才我是因为他迪都没理我一下 有点难过 毕竟是一个地方来的 多年前的事 他依然没有忘记 不过现在我已调整过来了 我想是因为不久前差点丧身狼口 有点感触罢了 没什么的 谢谢你了 他的做法没错 只是我的想法有点可笑而已 可能是我还没有适应这修针界的生活罢了 我想以后就会好些了 说完 秦妍抿了您嘴唇 将手里的玉瓶再次递给神婉 神婉摇摇头 又将玉瓶递给他 说道 你看看里面是什么丹药 你就明白了 秦妍迷惑的打开了玉瓶 忽然叫了出来 成鹰丹 如果说孕神丹对神婉来说就是最大的吸引力 那么成鹰丹对秦妍来说就是最大的渴望了 是啊 可是我已经是原因修饰了 林大哥给我这个丹药干嘛 你说呢 而且当时他说的 是给我两瓶丹药 结果却拿了三瓶 神婉笑着说完 再次拿出两个玉瓶 分别在林云给的另外两个玉瓶里 倒了五颗丹药递给秦妍 这是什么 秦妍还沉浸和震惊在神婉刚才的话中 这是运神丹和紫须丹 每一颗都可以引起整个修针界的震动 你说好了 每个瓶里都是五颗 神婉将玉瓶塞给秦妍 看见秦妍愣愣的样子 只好再次说道 成鹰丹林大哥只给了五颗 但是运神丹和紫须丹都给了十颗 而林大哥本身就对我们摇花派 没有什么好感 你说是为什么呢 啊 就是秦妍再愚笨 也知道了这多出来的每种五颗丹药是为他准备的 他终究是不能忘了自己是地球来的同胞 在这冷暖无法知道的残酷修针界 还有人因为是同一个星球来的就给了这些丹药 甚至这人还和他有点过节 秦妍忽然觉得自己很差劲和无知 那段日子林云对他的冷酷言语 甚至毫不犹豫的将他丢进了路边的湖水里 还说出了再不走就先奸后杀的话 就是秦妍再傻也知道 林云只是不想自己烦他 根本没有他说的那种想法 在将自己带到昆吞界后 还是怕他修为太低 给自己准备了这些丹药 就是为了让他在昆吞界至少有自保的能力 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性情中人 完全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 他终究是无法默示 为他留下了自保的丹药 秦妍忽然觉得自己的鼻子有点酸 秦妍你没事吧 快将丹药收起来 深晚见秦妍似乎有点不大对劲 秦妍终于忍不住 眼泪巴达巴达落在了手里的那几个玉瓶上面 林云带着几人一路走一路采集灵草 现在笑月谷里面除了林云几人 就是外围还有几个散修 基本上门派的修士都不敢进入这里面来 而且厉害点的妖兽几乎是一个都看不见 也许是金贝露龙的缘故 无论怎么样 几人的灵草是越采越多 就是要去哪里 重轩忍不住问了出来 林云笑道 你没有发现我们的行走路线都是跟着这两头金贝露龙走的吗 前面肯定有什么地方 不然这两头露龙走的线路不会这么有选择性 韩雨昕来到林云的面前轻声说道 原来你对灵草之类的可是看重 怎么现在这里这么多的珍贵灵草 你好像并不大在意呢 林云看看几人都在等着他的回答 这才说道 因为我们新家的灵草比这里多的太多了 还有几天你们就会明白我没有骗你们 你这是最大的骗子 几人这次倒是没有先后的意气说了出来 林云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似乎想说什么 忽然发现小星一下冲了出去 去看看不要拦他 林云吩咐一声带头跟了过去 宫殿 苏静如叫了出来 其实他不说大家都看出来了 这是一个宫殿 只是宫殿的门已经开了 隐隐可以看见宫殿里面的情形 小星坐在宫殿的当中 一幅巨大的银廊画卷立在宫殿的正前方 进不去了 韩雨亭已经发现他们来到了宫殿的门口 就无法再往里去 林云却早已知道这是一个禁制 但是这个禁制却让小星进去了 虽然以林云现在的修为 想要破坏这个禁制也是可以 但是林云却没有这么做 他感觉到一股苍老的气息传来 以林云现在的知识 当然知道这是一种传承的力量 小星一直只知道本能的修炼 却没有什么特技 林云也一直以为 小星要修炼到七层以后才会觉醒什么 或者说小星本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妖兽 是没有传承的 没想到在这里 小星居然受到了传承 这绝对是一种强大的传承 而且林云现在已经隐隐猜测到了小星的身份 难怪他原来在云贵山脉被群狼当王子一样照顾 这大殿里面那幅卷轴明显的是一个小月狼王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播长的都市艺能小说 玩虎疯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请在3w.西瓜听书.com 第406集 这样看来 小星将来也是一头小月狼王 或者至少是小月狼一族 怎么了 远哥 轻轻走过来 看了看这大殿里面 两头金贝露笼在庞大的妖兽传承气息下 更是匍匐在地 远远慎重的说道 原来小星是小月狼一族 他在这里找到了属于他的传承 这传承不知道是不是专门为他留下来的 还是所有的小月狼都可以接受 现在我们不要闯进去 就在这里等待小星 接受完传承出来再说 几人恍然大悟 都一脸期盼的等待小星接受传承 整个小月狼的灵气蜂拥而至 沙石就弥漫了整个大殿的上空 然后水泻一般的落入了大殿 灵气很快就在大殿的上空翻滚了起来 林云没想到这个小星接受一个传承 居然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居然进阶七级了 一个传承爆发出来的后续力量 有不下于八级妖兽的威风 甚至两头金贝露笼看向小星的目光都有点畏惧 看着小星霸气的样子 那灵气的变化 林云立刻说道 我们现在就出去 这谷很快就会疯了 林云寄出飞船法宝 几人全部坐上了飞船 立即就快速的飞出了小月谷 留在谷内采集灵草的一些修士 都感应到了这谷里的灵气的暴动 都纷纷快速的跑出小月谷 这些修士刚出去不久 整个小月谷口再次被迷雾弥漫 小月谷口消失不见 似乎这次小月谷开谷 就是为了小星的传承而来的 不过大家都没有失望 一个就是小星得到了小月狼王的传承 还有就是收服了两头金贝露笼 还采集了许多的灵草 林云在谷口没有看见神丸他们 看样子他们先走了 这次进入小月谷的修士 至少是损失了一大半 大部分修士都是被妖兽给吃了 或者是被金贝露笼给吞了 不过只要是保住了性命的修士 一个个都收获不小 小星回到飞船 就继续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修炼 因为他刚刚接受传承 需要时间去消化和吸收 林云带着几人继续前往天雁绝境 林大哥 你当年就是在这里被困了五年吗 六落双看着眼前近视荒芜的地方 有点不可思议的说道 这里不要说人 就是连一棵草都没有 林云点了点头 当年这里有无尽的天雁 这种天雁虽然现在被我收服了 但是这种火焰确实很厉害 一不小心就会命丧其中 而且当年困住我的这种天雁还不是最强盛的时候 甚至连虚弱都算不上 哎 这里灵气这么弱 居然还有人在这里修炼 韩雨婷发现了一处洞府 居然还有隐藏禁止 不过洞府里面没有人了 这明显的不是老洞府 这个洞府存在的时间最多不过十年 林云看着这荒废了的洞府 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天雁绝境虽然已经荒废 但却是林云退殿的地方 在这里他修改了他的九星神诀 而且他还感觉那个九星神诀 继续修炼下去 肯定有缺陷 还是非常大的缺陷 至于是什么地方 他因为只是修炼到了五星 就彻底的修改了功法 所以也不是很清楚 而且对他极其重要的天雁 也是在这里得到的 可以说这里改变了他的许多 在即将要离开昆吞界的时候 他不介意带着自己的女人来这里看看 两天后 林云再次带着几人回到了北岭云门 此时张志和已经将林云 让他收集的材料全部收集齐全了 而且兰征现在已经出关 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炼须修士了 兰征停留在华神巅峰已久 这次成就炼须只是用了一颗紫须丹 虽然还多了四颗丹药 但是林云却没有用 而且让兰征收了起来 怎么没有见大哥和三弟 林云见过兰征后 却没有发现徐在和兰吉 就顺便问道 要知道他即将离开昆吞界了 现在兰征都已经出关 他当然不希望继续等下去 于小铁却说道 大哥和三哥说出去有事情了 应该很快就会回来 而且孔灵大哥也一起去了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 他们走的时候还让我告诉二哥 不用担心 说最多是三天时间 林云点了点头 既然孔灵一起去了 就是有事也没有什么关系 孔灵虽然断了一臂 但却是一个真正的化神修士 而且徐在现在已经是 结丹后期巅峰了 就是于小铁也是 结丹中期的修士了 这样三人出去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再说了 三人还是云门的 现在昆吞界云门 还是无人敢惹的存在 林云神识扫了出去 没有发现三人的踪迹 可见三人去的地方肯定不近 要知道林云现在的神识 可是至少一两万里的范围了 他的神识都扫不到 看样子是去了很远的地方了 林大哥 有一个道长叫孕虚子的 前来拜访 晋时期忽然过来说道 林云看了看晋时期 你怎么现在也客传这个了 没有啊 我是来找我师父的 顺便客传一下传讯弟子 也不错 晋时期嘻笑一声 已经跑到了兰征的身边 坐了下来 他来做什么 林云当然知道 这应虚子就是昆仑老祖 自己不去找他的麻烦 他应该念阿弥陀佛了 居然还不躲起来 还主动上云门来了 难道他真的以为自己不杀他不成 现在林云虽然不在乎混沌山河土 还有人来抢了 但是对这个昆仑老祖 可是没有任何的好感 不过就是这样 他还是想知道 这昆仑老祖凭借什么一点都不怕 敢找到北岭来 让他进来 林云对门口的弟子说了一声 一会儿时间 昆仑老祖应虚子 带着念霄走了进来 昆仑老祖果然已经是化身修士了 林云一见到他就看出来了 不过 见他还带着念霄来 林云就知道他的意思了 肯定是为了表达自己对昆仑派的援手 特意感谢来了 同时也是为了交好云门 昆仑应虚子 待满人念霄 见过林掌门 见过蓝前辈 应虚子的姿态 让林云心里舒服了一点 想到这个当年追杀自己的白须老祖 现在也要在自己面前 恭声问好 心情还不错 林云不知道 这次昆仑老祖来云门 感谢和交好他 带了多少东西来 虽然昆仑老祖的礼数很周到 但是 林云想起当年差点死在这混蛋手里 而且这混蛋还要杀他的家人 他就想立即杀了这家伙 不过 就是要杀他 也需要等他将话说完 念霄看着老祖对林云恭敬的样子 心里很不识滋味 要说痛恨这个人 但是 这人却救了他一命 见林云不说话 昆仑老祖果然老脸一红 知道自己当年做得过分 但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当年你林云和我应虚子 一地而处 我就不相信你林云不动心 当然 这话他肯定是不敢说出来 而是取出一个巨大的木盒地带林云 这次多亏了林掌门对我门下小徒 念霄的救命之恩 我昆仑派无以为报 这枚收卵还是数年前我无意之中得到 但是一直没有孵化此卵的条件 就送予林掌门 还请林掌门收下 林云心里冷冷一笑 自己什么东西没有 就是仙宝都有好几样 而且还有星辰珠 这东西可是超越一切的宝物了 他实在想不通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看得上眼的 不过现在不好发作 只能再想办法找个借口收拾了这家伙 近时期很是麻利地将昆仑老祖手里的木盒 接了过来递给林云 林云打开木盒看了看 顿时愣住了 一种远古气息传来 林云脸色顿时就变了 别人不知道 他却太清楚了 这居然是远古昆鹏留下来的卵 他恰好在季墨谷得到的预见当中 见识过昆鹏巨卵的描述和手里的一模一样 昆仑老祖居然还有这种东西 姑且不论这卵誓死是活 就是凭借这一枚巨大的卵 就是修真剑 甚至别的剑面都是无价之宝 看样子 这硬须子并不知道这巨卵的价值 林云心里却是激动不已 他不明白为什么有这种卵 修真剑不是说绝技了吗 昆仑老祖见林云脸上的神情变换不定 心里也是对对不安 他也知道这颗卵了不起 但是自己得到了已经几百年了 不过这卵一点变化都没有 还不如送给这个林云捞个人情 两久之后 林云才平静了下来 他却知道昆鹏卵的孵化 需要灵气极其充沛的地方 而且还需要最好的风属性之地 和风属性的集体矿石 这些都难不倒林云 在月星上面 这些条件完全满足 而他的戒指里面 因为收集了几大门派的库存 风属性的集体矿石就有十几块 而且还有一颗风灵珠 这昆仑老祖下了这么大的本钱 倒也可以放他一马了 想到这里 点了点头说道 嗯 应许倒有有心了 这东西正好我用得上 请坐 听到林云叫他坐下 昆仑老祖这才松了口气 看样子 自己这旗下得不错 当年他狠狠地得罪过林云 没想到这枚巨卵 居然让他挽回了一些 虽然很想问问林云 这颗巨卵到底是什么卵 但是昆仑老祖明显的不敢问 林云将昆鹏卵收起 然后哈哈一笑说道 哈哈哈哈 至于救了念肖姑娘 也是无意之中顺手而已 也没什么 念肖心里却是不平 这林云根本没有任何前辈高人的风范 捡到好的东西就挪不开眼睛 连推子一下都没有 而且当年师父给他一枚戒指的时候 里面许多的东西 他也没有推辞 这人压根就是一个财迷 而且他说什么顺手救了自己 这倒是真的 不过自己的性命 在他眼里说出来是没什么 但是对自己可是天大的事情 既然林长们喜欢就最好 这次老祖后颜前来 除了感谢念肖的救命之恩外 还有一件事需要告诉林长们 昆仑老祖一脸的慎重 哦 林云可能是因为收了一枚昆蓬巨卵 心情不错 说道 什么事情 映须道友就直接说好了 映须子脸上显出忧色的说道 听到刚从昆吞及西韩雾剑而来 正好遇见贵门的孔灵道友和另外两名道友赶往韩雾剑 虽然孔灵道友法力深厚 但是韩雾剑的韩雾绝境却是昆吞三大绝境之一 里面的韩雾却是绝无仅有之物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画 但是这一曲 见到映须子脸上的优色 无论真假 林云都不会太认真 但是孔灵他们居然去了三大绝境之一 这却不是林云能够暂定的了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我想着都市艺能小说 玩虎疯子 第四百零七集 见林云的脸色腾的就变了 昆仑老祖知道 林云也担心了 继续说道 嗯 贫道估计 这三位道友去的主要目的 就是韩雾剑的九叶莲藕 九叶莲藕可是使得断枝重生 其死回生的旷世奇物 只有韩雾剑有 我见孔灵倒游的胳膊有损 应该是为此物而去的 林云脸色变得很是担心 他知道孔灵的意思 是怕自己太忙 就独自去寻找九叶莲藕了 只是绝境的厉害 林云是知道的清清楚楚 绝对不是孔灵可以对付得了的 想当初 他在天雁绝境 只是因为力量降到最低的天雁 就差点让他命丧其中 这韩雾剑里面的韩雾 如果没有任何的减弱 他们这一去还不等于送死啊 想到这里 林云再也无法坐得住 站起来对蓝灯说道 蓝大姐 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安排一下了 我去韩雾剑一趟 应许道友 你现在就随我去韩雾剑 以前的事情成你这次报信就算了 林云却不认识韩雾剑的路 虽然可以让昆仑老祖画一张地图 但是这事情太麻烦了 还不如自己主动叫他带过去 昆仑老祖当然知道林云的意思 赶紧站了起来说道 本门念霄去过吉西韩雾剑几次 就让念霄带林掌门去韩雾剑一趟 林云当然知道这昆仑老祖是什么意思 但是现在却没有时间和他计较什么 站起来带起念霄 转眼就消失在了众人的眼前 昆仑老祖活的站了起来 看着林云消失的地方蒸蒸发愣 梁九才喃喃的自语道 顺仪居然是顺仪天啊 念霄被林云带走 虽然心里羞怒不已 但是这是祖师的命令 而且也算是为了报林云的救命之恩 也就不挣扎任凭林云带他走 不过面对林云的顺仪 他还是惊呆了 据老祖说 就是一般的仙人也无法做到顺余 这林云居然可以做到 他是怎么做到的 快指路 林云的说话声音让念霄清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 居然发现他们已经到了极西之地 看样子 自己只要指引怎么去含物件就可以了 心里不由的暗暗咫舌 自己结成元英后 师父带他来这附近历练 整整从昆仑飞了数天才到 可是这林云只是眨眼就到了 这难道就是差距 寒物件位于昆吞及西冰山之中 寒物件外的冰山 以念霄元英期的修为倒也不怕 只是寒物件却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 这是绝境 意思就是进去就死 林云带着念霄还没有到达寒物件 就看见了寒物件边缘抵抗寒物的孔灵 徐在余小铁三人 心里一松 虽然三人的样子岂岂可危 但却没有性命危险 这次倒是幸亏了这昆仑老祖 叮嘱念霄就在外围待着 林云一步跨入寒物件 冰冷入骨的寒物 顺时就将林云包围 林云早已打出了兴芒护照 咔嚓 兴芒护照立即就开裂了 林云心里一惊 他没想到这寒物居然如此厉害 这明显的比当年他遇见的天雁 厉害的太多了 这么厉害的寒物 这孔灵他们怎么忍受得住 不过立刻林云就明白了 孔灵几人都还没有进入寒物件 还是在边缘 不过孔灵有一个极品法宝 千门盾挡住了入侵的寒物 这应该就是林云当初送给他的那枚戒指里面的 这千门盾虽然在寒物件边缘抵挡住了这寒物 但是明显的坚持不了多久了 上面全部是裂痕 林云上前立即就将孔灵三人带出来 师父 孔灵一脸的惭愧 他心里想着是自己命丧不要紧 却差点连累了两位师叔 大哥三弟这里不是普通的地方 是绝境可不能随随便便就来了 林云虽然想说几句 但是想到徐在几人都是刚脱险回来 虽然无大碍 但是却不易多说什么 兰吉却说道 二哥 这都怪我 我想当年二哥结单期就可以待在天眼绝境里面五年 这个寒物绝境有化身修为的孔灵 我们去找点东西出来应该没什么吧 可是 没想到居然这么厉害 念肖在边上听了暗暗咫舌 也暗自摇头 他心说 你们要和林云这个变态比 真是无语 林云知道自己为什么在绝境里待了几年 但是 现在却不是解释的时候 这才说道 你们现在没有什么大碍 先休息休息 我先进去将酒叶莲藕拿到了 就回来 几人听了都点点头 林云当年就可以在天眼绝境 现在修为增加这么多 在这个寒物绝境肯定不会有事 林云取出三颗丹药给了几人 然后 立即就进入了寒物见的寒物绝境 他感觉着寒物对他似乎有一定的作用 徐再三人吃了丹药 感觉好了不少 见林云这么着急的就进入了绝境 不过 三人看看边上的念肖都似乎有点明白 孔灵却说道 两位师叔 要不我们先回去等待好了 徐再和兰吉看看念肖 也点头同意 都纷纷和念肖告辞 先行回去了 念肖有心解释一下 但是却不知道说什么 人家只是说回去 却没有说为什么回去 这怎么解释 林云再次进入寒物见的寒物绝境 果然 冰冷刺骨的寒物再次动裂了林云的兴芒 林云赶忙不断的打出兴芒 林云可以肯定 要是当年他去的不是天雁绝境 而是来到这寒物绝境 他早就没命在了 这寒物要比当年的那种天雁 厉害的太多了 玄宁寒水很冰 但是面对这寒物 也许他可以算是开水了 虽然这里的寒物很是厉害 但是对林云来说却伤害不大 毕竟林云现在已经是五颗金星的巅峰了 而且还吃过三颗造化丹 甚至还有兴芒护照 以及兴艳护身 尽管这里的寒物 不断的将林云的兴芒护照给动裂 甚至连林云包裹在身上的一层星焰 都被冻成冰 但是却仍然赶不上林云打护照的速度 林云却不管这些 他的想法是一定要收集这种至寒至阴的寒物 星辰猪已经被林云寄出 数十道法掘打了出去 收集这些寒物 再也不像当年的天雁一般困难 星辰猪犹如一个大稀气 无数的寒物 蜂拥一般的被林云的星辰猪吸走 林云明显的感觉到了星辰猪的变化 心里大喜 这要是找到了阴顶 还有另外三颗珠子 也许他的混沌事件不但会形成 而且还是完美的形成 无数的寒物被林云吸走 星芒护照不断的被动炼 不断的被打出 不过和当年吸收天雁不同的是 林云将这些寒物吸收进星辰猪的时候 同时已经初步炼化了 这就是修为上的差距 这是林云 要是换了另外任何一名大成妻的修士 也不可能如此简单的就初步炼化寒物 林云的神识之强 在修真界已经绝无仅有了 因为寒物的炼化 甚至到后面 林云根本不用再打出星芒护照 就可以抵抗这些寒物了 三天后 整个寒物件的寒物 全部被林云吸收一空 四处都是经营剔透的虚实 不过这些虚实 对林云却没有什么用处 他要寻找的是酒夜莲藕 没有让林云失望 他很快就找到了酒夜莲藕 不过找到的却不是一株 而是一个池塘 池塘里面密密麻麻的 全部是酒夜莲藕 林云没想到 所有人都期盼不已的酒夜莲藕 居然被他一次性咬到了这么多 他当然不会去一颗颗的挖出来 这样也太费时间了 林云毫不犹豫的将整个池塘都收进了星辰珠 他怕在山河土里面没有寒物 这些莲藕不能成活 就直接收进了星辰珠了 寒物绝境 除了酒夜莲藕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林云估计他近来已经有三四天时间了 说不定徐在他们都等极了 立即就出了已经没有任何寒物的寒物件 看着等在边上的念消 林云先说 徐在他们呢 看出来了林云的疑问 念消却主动说道 徐大哥他们已经先回去了 让我告诉你一声 林云一听就知道啊 徐在他们也误会他和念消的关系了 摸了摸鼻子也没有说什么 只好说道 那我们也走吧 说着 林云带起念消 转眼就来到了昆仑仙境的附近 林云落下身子 掏出两株酒夜莲藕递给念消 这个就送给你了 你带我去寒物件也辛苦了 啊 酒夜莲藕 念消拿着两株林云递过来的酒夜莲藕 呆住了 这是无价无事的东西 有心想拒绝 但这东西的吸引力太大了 正等念消犹豫不定的时候 林云的脸色忽然变得很白 念消忽然忘记了手里的酒夜莲藕 是什么事情居然让林云失态 他甚至可以感觉到林云手有些颤抖 良久 林云才虚了口气 恢复了一些 只是眼神有点暗淡 强作欢言 笑了笑 对念消说道 今日就此别过 他日有缘再见 说着 林云身形一闪 已经消失在原地 念消手里握着两株珍贵无比的酒夜莲藕 却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甚至 林云临走之前 他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说出来 蒸蒸地看着林云消失的地方 心里却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良久才轻轻叹了口气 将手里的酒夜莲藕收了起来 忽然觉得有点落寞 念消姐姐 一个声音打断了念消的愣神 念消吓了一跳 刚才他出神太过严重 居然没有发现有人来到了身边 心里不由的暗暗心惊 不过看看来人 念消脸色一变 他终于明白 林云为什么突然脸色发白的原因了 原来 这个蒙文也是他不能忘记的人啊 念消姐姐 你怎么了 蒙文看见了念消变换的脸色 念消笑了一下 没什么 只是有点累了 我要回去了 再见吧 说完 念消再也不看蒙文 快速的往昆仑仙境方向飞去 很快就消失的无眼无踪 念消姐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怎么了 蒙文也睁睁的看着念消消失的方向发愣 你不是说要回去看看林大哥吗 蒙文身边的那身穿白衣之人说道 蒙文也叹了口气 我是很想见到他 只是 只是我 我 林云已经回到了云门 曾经他以为可以完完全全的不去在意蒙文了 但是 今天看见他和别的男子亲热的站在一起 他还是不能表现出平静如水的心情 是他的战友欲太强了吗 我要走了 林云轻声地说了一句 忽然一只温暖的手放在了林云的手心 林云看了看身边的雨昕和青青还有担心他的静如和弱霜 忽然没雨中的那一丝失落进去 我们走吧 林云搂了搂怀里的青青和雨昕 当天林云就带着曾经雨昕和静如带过来的所有人还包括了一些愿意一起离开北岭的云门弟子 离开了昆吞见 张志和带着一众北岭云门弟子一直送到北岭外那 在北岭的云门门口有一座巨大的山峰 如果熟悉的人就知道 这原本属于狼山宗的狼山峰 现在却被林云移到这里来了 上面有林云留下的两个大字 云门 上门他会再回来吗 王雪生问 会 张志和坚定的回答道 老妖你怎么也来了 林云回到燕京居然发现陆耀已经在等着他了 惊喜的说道 我不当财神了 要和你一起去混日子了 怎么不欢迎啊林老弟 老妖哈哈一笑 当然欢迎 我的地方人太少了 我巴不得人越多越热闹 美娜 你和叶田不去吗 林云看了看坐在旁边的美娜和叶田 叶田摇了摇头 微微笑道 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美娜也说不想离开 不过去的人还不少呢 林爷爷 还有徐爷爷 还有陆爷爷 反正很多的 美娜却说道 连大哥 你采购那么多的东西离开 是真的想在月球上举办婚礼吗 林云摇了摇头说道 是在月星 却不是在月球 美娜有点迷糊的想到 这有什么区别吗 林云却掏出数张银行卡 递给叶田 叶田 将这些钱帮我分给那些龙影队员的家人 以后如果可以 麻烦你照顾一下他们 谢谢了 三天后 林云带着众人坐在星河锥上 踏入了茫茫的星空之中 好美啊 甘瑶惊叹地看着周围璀璨的星空 还有人说我们去的地方更美呢 我却不大相信 林云却是白了一眼 林云 林哥 你不是说要去一趟黑猪牙吗 轻轻却问道 林云抬头 看了看身边的人 微微一笑说道 我想只要和你们在一起就够了 别的事情都是次要的 星河锥带着众人 在林云的控制下急速地飞行 只是两天时间不到 就来到了月星 当林云的星河锥穿越隐匿阵和护星大阵落在月星上面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 青山 竹草 美丽的草原和湖泊 悠闲的动物和飞鸟 灵草到处都是灵气浓郁的几乎都化不开了 空气更是清新的让人忍不住要叫出声来 世外桃源 这是所有的人心里第一个念头 除了林云身边的女子激动地围在了林云的身边 所有的人都冲了出去 尽情地扑在了竹草之中 老公 这就是你要带我们来的月星吗 难道你当年说的地方就是这里 韩羽西激动地紧紧地抓住林云的胳膊 这就是她最理想的生活的地方 林云微微一笑说道 来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说着林云带着众人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宫殿门口 广寒宫 他说的是真的 真的带我们来广寒宫了 青青再也忍不住内心的矜持 也扑进了林云的怀里 心里只是在想着 他没有骗我 林云掏出一只漂亮的青竹 玉西 青青 静如 还有若霜 一个月后 我们就在这里举行我们的婚礼 我以后只会用这只青竹 炼制成整个星空最为完美的画笔 为你们挤人画眉 啊 四女惊喜地看着林云和眼前的美轮美奂的广寒宫 心里尽是期盼 姐夫 还有我 韩雨婷立即走到前面 拉住了林云 对林云将她忘记很是不满 重轩 撅着嘴 走到林云的面前 难道 你想不要我了 甘肴没有说话 只是抿着嘴 坚定地走到林云的身边 啊 林云眼里露出尴尬和欣喜的神情 手里的青竹落在地上还不自知 感谢大家收听 由畅想听八原创首发 由蜘蛛小梦播讲的顽固疯子 此书的播放已经全部结束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畅想听八 继续关注由蜘蛛小梦播讲的作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请在3w.西瓜听书.com